近几年来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各种行动支付形态也因应而生 为了要让产业发展与商品行销能够跟上时代的潮流 文化局开办电子商务课程 协助客家产业业者借着手机增进网络行销技能 拓展通路增加产业竞争力 拿着手机认真的滑 这不是在玩游戏也不是在追剧 这是文化局为客家族群以及民众所举办的电子商务研习活动 南兔县政府最近几年积极地辅导我们县内的客家产业店家 发现了他们在行销自己的产品部分产生了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特别办理了一个电子商务研习课程 来协助我们县内的客家产业业者 还有对于有关产业行销有兴趣的民众来参加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研习讲座的一个办理 能够来真正对我们的产业业者有所帮助 网络发展日新月异 新形态的产业行销模式正蓬勃发展 为了使客家产业业者抓住网络商机 并且强化行销通路 课程中由LINE的应用出发 协助民众打造自家的LINE官方网站 我们过去大家都常听到的是LINE LINE从4月18号它整个改版变成LINE官方账号 我们对客家产业大家在整个数位提升的过程 LINE官方账号在做很多的变革 包括它免费的功能 事实上不需要费用 但是功能是全开的 这个事实上对我们整个产业界是很大的帮助 也希望带动除了从行动支付电子钱包的使用里面 做出一个引导消费者从消费行为到会员加入之后 能够创造我们的客家产业 有一个比较完整性的电子商务的操作行为 跟会员客户服务的整个架构 就从最基础的就是LINE的官方账号教导我们 然后教导我们说如何来利用LINE的官方账号 还有如何利用我们新的LINE配的那种付费的系统 能够做结合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我们没有听过 这是非常新银的 LINE的制作的课程 我觉得收获蛮多了 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在工作上的行销 与客人互动方面会有很大的注意 新世代的来临除了保友一般的通路 网路上的乡民更是等待开发的商机 透过研习活动让相对传统的客家业者 接触行动网路 拓展大家对于网路行销的观念 我们是传统的做旗旗的业者 我们已经做了六代人了 然后很努力在打拼 然后现在世界的话 日新月异有很多新的技术 我们今天来的话才大开眼界 发现说这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我们才要办法把这种传统的文化 推广到让更多人知道 这对现在目前的客家产业 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目前的客家产业的经营者 都是一些中上年纪的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学习 我觉得可以达到他们在一个 收付款的一个安全性 还有一个货品的一个交易的安全性 这样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 值得学习的课程 新观念的传递总是让人 惆怅不前充满疑问 县府文化局透过研习课程 教导客家族群以及一般民众 认识行动支付以及网路行销 透过网路普及以及数据的分析 强化产业行销能量 拓展商机 记者张东仁南投市采访报道